怪了怪了 装避孕器怎么还会怀孕呢 这回是苗栗这位35岁的黄姓妇女 她装了避孕器 但是怀孕了 到医院检查才发现原来呢 自己有双子宫 用超音步一照 医师看了也吓一跳 因为这名妇人竟然有两个子宫 当时我们的判断就 第一点 她可能是一个子宫外孕 第二点 她是双子宫 正式苗栗的一名黄姓妇人 今年35岁 已经生了三胎了 装了避孕器 没有想到竟然又怀了第四胎 到医院检查才发现自己有两个子宫 一个子宫是装了避孕器没有错 但是另一个子宫已经怀胎十周 同时又有两个子宫的几率是五千分之一 同时看到怀孕了 又装了避孕器了 在我从医二三十年的话 这算第一次看到 因为一般她有双子宫 有时候自己都知道了 但是不知道之下 又装了避孕器 后来才发现双子宫 这是我第一次碰到 黄姓妇人在35年后的现在才知道 原来自己有双子宫 因为这样黄姓妇人怀孕的几率大大增加 已经人工流产无数次 几乎十年之内 她说流产已经拿了将近十次 那十次大部分都吃RU486 怀孕这么多次 这回才知道自己有双子宫 已经有三个孩子黄姓妇人 再度施行人工流产 两个子宫都装上避孕器 防止再次意外中假 周永彭志明 苗栗 采访报道 这次不会有双子宫都装上了